是真正的从北魏时期一直到现在 经历经了1700多年的历史所留存下来的 所以它也是我们河南最早的一批5A集中区 那现在呢你看我们听啊龙门石窟 龙呢是真龙天子的龙 门呢是大门的门 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最早啊古时候呢 皇帝喜欢以真龙天子此区 那这个地方呢 是政府队隋朝帝国之南隋朝帝阳广 他的一支南边就是我们的龙门的所在 那古时候呢皇帝的身体叫龙蹄 皇帝做的意思叫龙蹄 皇帝入的行宫呢叫龙宫 那龙宫正队的大门自然叫做门门 这就是龙门石窟的由来 那龙门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门雀 一呢是医学的一 雀呢是门雀的雀 那龙门石窟呢整个东西两山 那中间呢是这条河流呢叫做伊河 也是黄河的一条分居啊 叫做伊河 那伊河呢从中间缓缓流过 形成了一个天人的门去 所以呢它是随复去 这就是随复时间带 关关必修在 关关必修在国之中 所谓伊人 这条河流呢 这条河流呢 对这是大雅中的啊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小雅还有一首 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一个啊 那这个伊人呢 最早这个伊指的是哪 就是这条河流 我们现在把伊人称之为面容较好 形象比较好 然后比较有气质的路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